當你的生命起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變化 不要害怕 無亂 前路多麼迷惱都好 霧霾始終會有散開的 陳志雲被指被撈的案件歷經七年多 來到最終判決 終審法院星期二早上裁定 陳志雲上訴得席推翻定罪 他以無罪之身報出法院 概括七年來的感受 陳志雲被指在2009年 擔任無線電視業務總經理期間 同時任經理人崇培坤無向無線申報下 收取11萬2千港元的酬勞 出席奧海城除席倒數節目的致雲飯局環節 在原審獲判無罪 大律政司上訴 兩人前年被裁定串謀代理人接受利益罪罪成 分別罰款8萬4千元和2萬8千元 兩人不服裁決上訴 中審法院五名法官根據對防止賄賂條例 以及英國一個案例的理解 四位法官認為陳志雲案發時的演出 與無線業務無關 他們不同意上訴庭的裁決 另一名法官鄧國貞認為 有關演出與無線的業務有關 但認為陳志雲有合理辯解 應該推翻上訴庭的裁決 因此五名法官一致裁定 陳志雲和崇培坤上訴得席 推翻兩個人的定罪 無論你同意與否 我們都要尊重法庭的裁決 只有一個不受干預的独立司法制度 才有既猛、狂暴 真的假不易 假的真不易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